国民党立委徐晓鑫日前是公布了一份外交部的密件公文 而遭到了外交部提告 而国民党的立委在上个礼拜就已经扬言了 在这个礼拜的外交国防委员会里头 会轮番的车轮站直询外交部要来声援徐晓鑫 而外交部长吴钊献日前也在他的社群媒体上头po文 他里面是写到了面对不合理的质疑 拎杯一定给你炒到底 而对于这样的说法 外交部的市长田忠光在稍早在背询的时候 也被问到是否用字恰当 他是强调了拎杯这个用法是比较切地气 而且是称兄道弟的说法 而对于这样的说法是否妥当 徐晓鑫在稍早也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如果他是拎杯我就是老娘了 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啦 很无聊啦 一个外交部长做到这样 那你认为他是吵架王吗 还好吧 有吵吟谁过吗 这个刺吹刺雷 我在执行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都是用很平和的态度 很少吵架的 除非说就是官员太急车 所以上 所以上一次跟那个 武昭械部长执行的时候 也可以听得出来 我的语气是非常平和 是他的EQ有问题 自己突然抓狂 所以他应该要检讨一下 他所谓的吵架王 是自己跟自己吵架 还是他去跟别人吵架 我觉得丁杯这个称架 好 没看到呢 对于被外界称为是魔法部 吵架王的吴昭械对于这样的称号 许晓星他是直接反向 他说如果吴昭械是吵架王的话 那他其实代表的 其实是他的EQ非常低 而且他还嘲讽吴昭械 吵架的对象应该是跟自己吵架 而对于丁杯这个用词 许晓星他也说了 如果吴昭械自称丁杯的话 那他也可以自称自己是老娘 在日立法院的这群状况